在云南的一处雨林之中 这里关押着一只泰坦巨兽 上百人的科研团队 只为研究眼前的这头庞然大物 他叫摩斯拉 别看他现在的体积不小 但他仍是处于幼崽的阶段 一旦破茧成蝶 他将会是一只美轮美奂的泰坦巨兽 负责研究他的是爱马博士 同时也是帝王组织的重要成员 不知道这是啥组织的 可以看看我上期的视频 随后让人启动防护装置 以免摩斯拉造成不必要的破坏 但他像似很不喜欢眼前的射线 于是朝着附近的设备拧压 然而突然的躁动 吓得守卫连忙开枪射击 这让摩斯拉当即就不爽了 他吐出口中的蛛丝 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几名守卫就被牢牢的粘在了墙壁之上 眼看摩斯拉有些要暴走的气势 吓得助手想要启动击杀摩斯拉的装置 却是被爱马给连忙阻止 只见他打开研发多年的设备 先是收集摩斯拉发出的音频声波 接着利用设备发出同样的音频波动 但一开始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摩斯拉朝着爱马攻击之时 他及时调整和加大声波的频率 然而在这万分的危机时刻 躁动的摩斯拉居然奇迹般的平静了下来 这让爱马很是高兴 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与巨兽沟通的有效方法 只是高兴的镜头还没多久 基地里突然闯进来一帮恐怖分 并残忍杀了这里所有的科研人员 为首的老头叫乔治 他的悍然出现 就是想要爱马可以控制巨兽的能力 为了身旁女儿的安全着想 爱马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 本以为乔治接着会打摩斯拉的主 可是他并没有 无畏别的 就因为他瞧不上这只巨兽的能力 由于没有了人类的关押 摩斯拉逃离至一处瀑布下 并在这里节俭等待退化 而乔治则是把爱马带往了冰天雪地的南极中 只见这里同样有着一处秘密基地 其中就关押了一头实力更为恐怖的巨兽 乔治就是专门冲的他而来 今天就是他解封的日子 随着爱马在收集巨兽的声波 一场惊天危机也即将席卷全球 不过巨兽苏醒的声波 却是被万里之外的帝王组织所发现 不是他们有多么先进的社会 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怪兽之王的戈斯拉 自从上一部戈斯拉大战木脱过后 戈总就一直宅在家里养殃 还是因为他感知到了危险在此 这才开始躁动过案 秦泽教授通过戈斯拉的行动路线 这才判断他的目标是位于南极州的一处基 随后众人乘坐航空母舰 火速赶往南极解救爱马 而乔治这边在进行着最后的爆破攻击 他们在冰层上打出数个窟窿 并把遥控炸弹放置在其中 随后立即撤离此处 只是在离开之时 帝王组织的人马也赶到了这 两方人员在桥头对峙 可爱马却是主动引爆了刚才埋藏的炸弹 原来他被乔治挟持的事件 其实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帐研法 至于他为何要这么做 我们留到结尾再讲 爱马在雇佣兵的保护下 并从另一侧开始逃离 他快速登上直升机 随后启动手中的声波射器 在调整参数发出无形的波动后 下方的冰层便开始出现塌陷 原来爱马这是在召唤冰封的巨兽 只见巨兽长得三颗类似于龙一样的脑袋 而他就是来自外星的生物基多拉 在面对士兵的子弹攻击时 他压根就不把这种伤害当作一回事 本就生性残暴的他 于是蓄力开始发动远层攻击 在基多拉打算消灭眼前的人类时 冰层下方再次钻出一只巨兽 而他就是姗姗来迟的哥斯拉 哥总上前一把抓住基多拉的一只脖子 接着重重地朝着地面按了下去 只是这家伙头太多 加上他还擅长雷电攻击 使得吃胖的哥总一个没战 他便重重地跌倒至一旁 眼看这也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哥总于是亮起了身后的鳍片 随着迅能准备救血 一股原子吐息就喷射而出 然而基多拉不光躲避了这个攻击 反手也使出看家本领 三道引力射线直击哥总之 间接使得四周火光一片 而哥总也是一个不留神跌进了深坑之中 然而这时人类的军队总算赶到了此处 在强大的火力攻击下 基多拉虽然没有受伤 但他也不想继续停留在此 加上哥总在一旁虎视眈眈 于是扑腾翅膀快速飞离了这里 但不管他跑去哪里 哥总都能闻着他的气味跟上来 只是基多拉的危机还没解除 爱马这边又释放了一只关押的巨手 汹涌的火山喷射出无数熔岩 没想到这样的环境下 居然还有生物存活其中 只见他身形像老鹰 完全无视任何火焰的伤害 而他就是泰坦巨兽拉顿 人类军人闻讯而来 他们将要不计代价的歼灭此物 然而导弹的攻击直接激怒了这头巨兽 拉顿展开双翼轴的航击 在飞行的途中发出恐怖的阴暴 使得所过的城市立即成为了一片废墟 追赶上前的拉顿横冲局撞 利用较大的身形横扫四面八毛 这招原地旋转瞬间击毁了一整只战机小队 然而拉顿感觉打得还不过一 于是朝着指挥的飞船驶来 只是逃逆的基多拉确实出现在了这 两只巨兽谁也不服谁 一言不合就大胆出手 然而拉顿虽然强悍 但仍然不是基多拉的对手 腾出手的基多拉随后朝着指挥飞船起来 在万分危机之时 哥斯拉一口咬住了基多拉的脖子 随后一头扎进了海水之中 只要进入海水里 基多拉就是处于劣势的状态 很快他就被哥总咬断了一只脖子 就在哥总胜券在握之前 人类军人却是干了一桩反助攻 一发破坏氧气的导弹 精准命中了目标所在的海域 这种攻击能直接消灭方圆三公里的生物 在人类的阵营之中 有少部分人认为 巨兽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 在这般危机的时刻 少部分人拿到了话语权 然而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哥总因此沉入海底没了任何迹象 而基多拉却是活着腾出了海 不是他有多么好的运气 而是基多拉根本不需要呼吸氧气 因为他是外星而来的物主 他不光有着强悍的防御能力 同时还具备了再生的功能 断掉的头颅再次生长出来 几乎是处于不死不灭的状态 随着基多拉的不断咆哮 他小小一共17点 纷纷在各地引起了巨大的灾难 其中就包括躲在瀑布下节俭的摩斯拉 只见他展开巨大的语义 这美轮美奂的一幕 直接看待了附近的研究人员 摩斯拉感受到哥总处境不灭 这才来到他所在的海域不断呼唤 要说哥总是怪兽之王 那摩斯拉就是怪兽之后 通过波动检测这才发现 哥总的生命迹象非常微弱 他要是躲在海底一直不处 过个几年或许能养好伤势 但人类现在需要借助哥总的力量 不然地球会遭到基多拉无情的破坏 为了能让哥总重回战场 秦泽教授带着几人潜入了海底深处 并在这里找到了一处上谷的遗迹 而这就是哥斯拉的家 通过无人机的探查发现 洞口中有一处隔绝的小天地 只是越靠近里面的辐射越强 为了让哥斯拉满血步 秦泽教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独自乘坐小艇来到洞中 并携带一枚核弹来到了哥总的跟前 随后果断启动核弹的引爆装置 而奄奄一息的哥总也察觉到了人类的出现 这才缓缓睁开了双眼 他默默地注视着眼前这个落下的人 而秦泽教授则是接下防护装置 因为一旦引爆核弹 他就没有时间离开这里 有了核弹的辐射加持 哥总靠着这种物质成功治愈了一切重伤 而他接下来就是要与基多拉一决生死 外星物种基多拉 凭借一己之力唤醒沉睡的泰坦巨兽 他们体型庞大且攻击强悍 很快就引发各种自然灾难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生物学家艾玛 他利用手中的声波发射器 企图控制巨兽制作各种灾难 但他的女儿麦迪却是再也看不下去 于是偷偷地拿走设备逃出了基地 他随后找了一处体育条 利用这里的扩音设备 再加上偷来的声波仪器 果真让各地的巨兽停止了下来 然而基多拉却是循着声波找到了体育场 此刻的他已经不再受设备的控制 但声波发出的声音却让他十分不爽 这才像要杀了眼前的麦迪 在他再次蓄力准备攻击之时 晚血复活的救星也赶到了这里 哥总在人类军队的护送下 正大步地朝着基多拉走来 人类战机率先发动强大的火力攻击 虽然无法将其击溃 但也能造成一定的干扰 而哥总则是从正面发起反击 基多拉利用自身的优势 先是将哥总给扑倒 哥总则是再次启动大招原子的系 自从被核弹辐射加持过后 现在的大招明显比之前的还要强上不少 但仍然无法将基多拉击溃 只是天空中突然再次出现一只巨蛇 他喷射诸斯将基多拉的脑袋粘在大楼之上 而他就是怪兽之后摩斯拉 有了他的助攻 哥总一把将基多拉给撞倒 在摩斯拉还想发动冲刺之时 一只火鸟出现在一旁 而他就是基多拉新收的小弟拉顿 在这样弱肉强食的世界 谁力量强大谁就是老大 有了拉顿的牵制 基多拉总算是扳回了一局 他趁势发动大招引一顺 一举击溃了空中的数十架战斗机 面对这股强大的魔法攻击 哥斯拉也是被打得连连后果 就连拉顿也被这股气势所污 他将摩斯拉给撞击在一旁 只是由于他的大意 反被摩斯拉锋利的爪子刺穿了身体 这才不甘地倒落至地面 为了扭转战局 基多拉用爪子抓住哥子 随后生生地将他给带离了地面 利用哥总不会飞的弱点 从高空之中将其放下 摩斯拉看着老友重伤不起 愤怒地朝着基多拉扑来 但却是遭到了引力射性的攻击 这也使得摩斯拉当场化作了一片积分 只是他的死并没有白瞎 一股能力覆盖了哥斯拉的全身 使得哥斯拉浑身出现了隐隐的暗红色 在基多拉准备将哥总击杀之际 艾玛却是来到了这里 看着女儿倒在废墟之中 他隐隐觉得自己过去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随后他利用设备发出声波 这使得基多拉难以忍受这股无形的能量 于是放下哥总朝着艾玛这里追来 接着一发射线直击地面 艾玛的车辆也翻滚了出去 这下他总算是尝到了反噬的滋味 只是哥总却是再次站了起 不过这次他却是觉醒了红莲状态 这种状态下的哥总霸气无比 他无视基多拉发出的隐隐射险 再次蓄力散发出毁灭红莲 使得基多拉的身体直接被封 哥总一脚踩在基多拉残余的身体上 一股耀眼的能量波动再次从中散开 然而基多拉只要中间的脑袋不灭 他还是会再次满血步 只是哥总已经领教过了这项能力 他咬住基多拉仅存的脖子 随后朝着天空发动原子吐息 不可一世的外星生物基多拉 也就此灰飞烟灭 由于哥总一举击溃基多拉 世界各地的巨兽也被他的能力折服 纷纷败倒在哥总的脚下 这一刻的他 才是当之无愧的万兽之王 最后我们来说说生物学家艾玛的故事 他之所以释放出冰封的基多拉 因为他发现人类自从主宰了地球 地球的环境日益遭到破坏 加上常年不断的战争 他担心人类会成为地球最终的毁灭者 同时他认为巨兽是地球自然防御系统的一部分 只有巨兽才能平衡人类带来的损伤 他希望人类应该与巨兽和谐共处 然而他并不担心巨兽会肆意杀害人类 因为他手中有可以控制巨兽的声波仪器 只是没有料到基多拉却是个外来物种 并险些要了他女儿的生命 为了保住女儿 这才选择重回人类的阵营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 在上一部的旧金山大战中 他的儿子就是死在两大巨兽的战争之中 本该痛恨巨兽的他 却是选择要与巨兽和平共处 虽然他的做法过于偏激 但他也是在为人类的未来考虑 对于这样的爱马 你觉得他能否值得原谅吗